這個文獻就講到說 視覺障礙的孩子 他們有很多種的障礙類型 譬如說他可能有弱勢或全盲 那這弱勢裡面 又跟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別 譬如說他是上視野的弱勢 或者是下視野的弱勢 上視野就是說上面比較看不清楚 所以他看底下 看前面的比較清楚 那這樣的孩子 其實他上面的比較看不清楚 請問他的位置應該放在哪裡比較好 上視野比較清楚 他的位置應該安排這教室的哪裡 最後 後面 因為他的上視野不清楚的時候 他其實練習抬頭 把頭抬高然後四眼往遠的地方看 這樣就可以幫助他減少他的問題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說 OK 我的人對下我如果設定為 視覺障礙的誘兒 然後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或者是我可以再更距離一點 上視野缺陷 上視野缺陷的特殊 上視野視覺障礙誘兒 這是人 那他的問題呢 就是 對不起我剛剛一把講的了 上視野視覺缺陷 那這個就是他的問題 所以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要瞭解 Phenomenal現象 我可以說 我要瞭解這個現象 他們到底視覺缺陷的話 在學習上會出現 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去做幻想 所以我的研究可以只有 一二三 沒有這個 我可以沒有這個 我只有一二三 所以我去做幻想 我去觀察他 我去瞭解他 有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那經過了 想說我們跟了十組的同學 要做研究 有一組是他們做觀察 一二三 做這個觀察 另外一組呢 是接續這個研究 他是想要去設計 比如說我剩下的九組 我剩下的九組同學 我針對這一組 我可以做出來的這個現象的研究 我們來思考 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幫助這些孩子 可以怎麼樣 順利的在就學的過程當中 可以比較 就是學習上比較方便 所以我就想出了九個方案 九個方案 然後我要了解 這九個方案裡面 哪一個比較有效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當我們在講 人問題現象跟方案的時候 這個我可能的題目 就會變成 少視野 視覺缺陷 好 然後方案的名稱可能是 比如說補助方案 補助教學方案 實施之成效研究 補助教學方案 然後這補助教學方案 我設九個補助教學方案 由我們班呢 所有的各組 大家做一下的題目 可是呢 我們執行的方法不一樣 OK 好 所以我們的題目 就變成這樣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這是上一次 老師最後最後的時候 跟各位所講的一個內容 好 那這個定題目 一定要會 好 那這個部分老師先去講 包括中場跟內容結構 或者是某一些成果 或者是某一些特性 或者是某一些反應度 這些都比較難 好 那接下來呢 你要形成一個研究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研究 例如說 最近啊 老師在在研究生 做一個研究 好 這個研究呢 是在 探討 伴侶 來 各位啊 你們有多南語朋友啊 沒 好 沒有,沒有的話,你可以想想, 欸,也許你跟你的房間有不間, 但我們很好的點是伴侶, 就是在伴侶之間呢, 我們想要了解說, 伴侶都怎麼溝通的, 畢竟要超過很多混合, 他們的溝通過時, 所以我們就利用沙灘, 上次老師也講過, 所以我們的這個興趣, 第一個,所有興趣研究的是沙灘, 這個技術,然後第二個, 研究的廣度就是, 我可能要去思考說, 在這個研究的細菌底下, 這個研究的範圍, 擴大到怎樣的範疇, 那我定位是在, 那個伴侶, 現在是男女朋友的一個, 講男女朋友其實不是很正確, 其實在我們團隊裡面, 有男女朋友, 也有女女朋友, 男男好像還沒有, 有啊, 我說我們團隊裡面, 有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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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